封建制度是古代用来划分阶级的制度 国王大臣等这些是统治阶级 而起代奴隶等这是被统治的阶级 通常下位者要提供上位者劳动跟做 而上位者要提供下位者土地与保护 然后你属于什么等级 你的后代就永远是什么等级 爸爸我以后的梦想是当一个厉害的国王 sorry你一辈子都是奴隶 而这个制度到现代已经废除 不过在一个地方仍旧实行着封建制度 那就是阿丘家 在阿丘家阶级大概可以分成三种等级 帝王 独立 跟秃头 滑得 帝王就是家中两只猫咪 掌管家中一切 一声喵叫声就可以让下属完成任何事 独立则是人类 负责帮忙帝王打理一切杂物 不求任何回报 而秃头 毫无反应就是一个最下等的秃头 杀小啦 什么封建制度啊 我都是真心成年在爱着他们好吗 真心话呢 啊 九九什么 人家有人去你的努力 good all 九九王朝时代 九九 生足年不小 在咪讲来之前一直都是阿丘家的第一代君王 个性 冷酷 不理人 我行我素 晚上瞳孔圆圆的很可爱 一直很挺很帅 白色毛绒绒的像乳牛超可爱 味道超好 好了 九九平常的娱乐就是睡觉 买什么玩具他都不玩 连纸杀也顺着就玩你了 为什么跟我想要走的猫咪不一样 嗯 九九好想你啊 九九 玩我玩我 没有这种猫咪 九九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 清新寡欲的正人君子 唯一有兴趣的就是 脚 只要一回到家 他就是先把脚咬一拨 好痛哦 九九 但是九九这样咬着咬着 我也今天习惯他偶尔会来玩我们的脚 九九 来 今天是换沐浴乳 吃草莓口味的脚哦 而我们的工作就是定时上供食物 九九只要一个眼神 或是一个叫声 就可以让我们把它服制得舒舒服服 喵喵 成 孙子 喵 无 成 帮抓 九九在上位的日子 过得特别舒服 但这些 就在咪奖来了之后 一切都变了 咪奖王朝时代 就在咪奖来了之后 原本以为小猫咪会被九九欺负的我们 还先跟九九心理建设说 九九 下周会一直小猫咪进来我们家哦 你要乖乖当好哥哥 不要欺负他哦 殊不知这确实九九恶梦的开始 在咪奖隔离结束之后 原本以为两只猫 确认过彼此的味道这么久了 应该会很和乐融融吧 是 可是 而就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 九九 这是你妹妹哦 知道九九会不会不开心打他 咪奖瞬间开始追打九九 就好像看到上辈子的仇人 咪奖 停 停 你们说不能这样吗 阿啾 你被咪奖抓哦 你没事 我有咪奖爱的印记了 我怕的有病 似乎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 咪奖就慢慢地在这个家中 不断地爬上后卫 后宫咪奖转 哎呀喵 这里竟然有这么舒服的地方 本宫竟然不知道呢 我说九九 你的鱼肝 看起来比较好吃 咪奖娘娘 咱们的鱼肝 是一样的东西的呀 不一样的呀 哪里 因为你碰到了 诶 九九 怎么了 后宫咪奖 原来吃九九的东西 咪 啊 没事 你继续 胖胸 咪奖来了之后 九九的个性 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咪奖我回来咯 嗯 学长 怎么了 咪奖他 他不咬我的脚了 傻小 咪奖跟九九表面上很要好 但实际上却是 针锋吃醋 哦不 是单方面吃醋 只要我们抱着九九 咪奖就会跑过来 嘎嘎叫 咪 pé Anthony 蜜 buna 你想被抱吗 咪咫 这哪里没办法 来ctj 包包 猫的必吃 为了让两只猫更要好 我们尝试了许多方法 假演戏之术 蜜掌身爲一只橘猫 肚子就是一个无底洞 刚开始每次吃完饭 就想跑去吃九九的食物 蜜矮这样下去不行 每次都 Record 像后面上经바 看来 只能使出那个方法了 哪来的眼镜 蜜バ 這是你的碗 喵喵喵喵喵 啊啊 好吃 要不要 這是啾啾的碗 喵喵喵喵喵 你講 你又講啾啾的位子睡 你看 這是你的床 好香 好好睡喔 這是啾啾的床 唉唷好不舒服喔 天啊好酸喔 落枕了啦 你好歹也先把啾啾藏起來再用這一招 反效果 看來還是只能我來了 你要怎麼做 咪醬 你要吃自己的飯 還是 要我們把你給吃了 原來貓聽懂人話是真的 雖然現在咪醬偶爾還是會偷吃啾啾的東西 以及是餓死鬼菊貓 但只要我們在現場 牠就會規快地不去搶 這也算是訓練成功 吧 總結 雖然兩隻貓咪有時會互相死纏爛打 啾啾甚至還會跟咪醬玩到受傷 但是牠們偶爾還是會睡在一起 啾啾也會去幫咪醬舔毛 甚至還會幫牠蓋屎 讓我不禁覺得 難道咪醬才是奴隸嗎 才不 你仔細想想 咪醬喜歡玩腳 讓我們用腳蹂躏牠 被打被咬也不還手 被打之後還有一天咪醬的毛 牠 就是咪醬的中脯 如果牠是奴隸 那你的地位就比奴隸更下等了耶 吐頭 咪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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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tro 咪醬 你是牠 这是啾啾的碗 我说啾鬼人啊 你的鱼干看起来特别好吃的呀 哦 米饺 米饺娘娘 我们的鱼干是完全一样的呀 不一样的呀